好 這個中韓FDL 昨天正式生效 大家很多今天媒體解讀 說影響不大 譬如說面板 大陸把韓國面板的進口 排除在這個自貿協定之外 那像很多韓國的石化產品 被排除之外 所以他們不能享受自貿協定 當中什麼國民待遇 零稅付的優惠 可能有三年到五年的緩衝期 我們台灣就好高興 好高興 你看吧 很多影響不大 不大 工具經營影響不大 觀眾朋友 人家總共簽了17個領域 按照最新的自貿協定是22個章節 貨品貿易 面板貿易 可能是在那麼高的文件當中的 其中半億而已 人家簽的有服務貿易 有自財區的保護 有山東威海跟韓國人參 自貿區的結合 還有包括政府採扣 還有市場開放 所以很多人想說 兩岸服貿協定開放 台灣人第一個想到就是 禮法廳都被大陸人給攻佔 以後我們洗頭都要大陸人抓頭 都大陸人抓頭 但他們就想 服貿 但他們想過 文創呢 電影呢 影視呢 今天韓國跟大陸簽自貿區協定 教授 台灣人也有人說 一定是賣面板 賣鋼筋 賣汽車 賣零組件 可是韓國人想的不是一樣 因為開放之後 我也對你開放 我要是服務業市場 我要把韓國明星送去大陸 我唱一首歌 換你一千台汽車 我去演一個韓劇 可以換台一萬台手機 韓國人想的FTA 跟台灣人想的FTA不一樣 人家還想 台灣人說沒關係... 人家簽了有政府採購 有服務貿易 自財區包括 甚至連山東都送給韓國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讀 因為這是一個不僅經濟上的意義 還有國際政治上或外交上的意義 您能觀察 這個說中韓的FTA沒關係的人 基本上是酸葡萄 這是很酸 為什麼 這個FTA它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它不只是經濟而已 它是主要的是法律 社會 這個創意事業 甚至於在某種程度上 還包含了你整個彼此之間 進一步交流 擴大交流的層面 那麼這個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瞭解 為什麼好端端的歐洲國家 我在比利時讀書的時候 比利時是一個小國 也很富裕 各萬好 為什麼他們全國人一定要堅持 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歐洲共同市場要進一步成立歐元 歐元要進一步變成歐盟 歐盟要進一步變成 說將來有一天變成歐洲的合眾國 就是說這個貿易協定 它只是一切開始 進一步整合的開端而已 那整合的好處什麼呢 因為我跟大家說過 它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是 當你如果 像歐盟最大的功能其實是安全 如果你安全以後 越大當然越好 比如說我今天做生意的話 我只能夠賣到福建的話 那其他的話 湖南 湖北 什麼山東 就買不到我東西 我現在做到烏魯木齊了 做到黑龍江了 所以你一聽到 以前我們還講笑話說 什麼加到黑龍江什麼 人家黑龍江好得很 人家無知 對不對 還有人急著嫁到海山威去的 因為俄國非常大 大家知道大好 因為大你永遠不知道 地底下長什麼東西出來 他自己不一定有能夠力 把它挖出來 用出來 但是別的小國過來 他的技術好 韓國今天就是看準了 中國目前需要他 那這個韓國本身 也需要中國什麼呢 安全嘛 他們關係垃圾了以後 對不對 中國跟韓國這麼近了 如果說危害 跟這個韓國變成了自由貿易區 那北韓有什麼好動的 一下子的話 你一個蛋 不管是丟到韓國 丟到中國 他們基本上都已經結合在一起 對 就共同的敵人 所以你一旦安全以後 因為韓國最大的困局 就是他不安全 現在一下透過跟大國在一起的時候 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所有全世界國家 因為全面交流 其實就是說 中國跟韓國 中國也沒有侵略韓國的 長遠必要 都已經合眾結盟了 現在在剛剛提到出口的問題 大家基本上都已經 除了中東地區 都把戰爭這個因素都忘掉了 對 就是這個大龍大象 基本上也體認了 就是說因為他們原來有邊界上衝突 現在也可以擱置一邊 為什麼 大家發覺沒有安全就沒有繁榮 沒有繁榮就沒有國格 老百姓在哪的話 感覺上都是要飯的 只能賣麵條不能賣麵板 對 這個差別非常大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情況中韓之間的FTA 對於台灣進一步發展 非常值得探討 就是說這裡面的主要的問題 反而你不跟他簽了 還有安全的問題 對 你簽了反而沒有安全的問題 現在中韓形成了一個經濟同盟 甚至政治同盟 現在當然還沒有軍事同盟 相對於中國跟東南亞 其實中國就等於兩隻腳伸出去 東北亞就是韓國 我最強 最堅定的盟友 東南亞當然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印尼 是中國很長期的盟友 他兩隻腳伸出去 基本上也等於把韓國包圍 在西太平洋的優勢 這個瓦解跟突破了 對 我剛剛說過 這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韓國任何國家都懂得 在中國跟美國之間眉來眼去 對 台灣也不例外 我們心裡也非常明白 我們的現狀其實就是眉來眼去 為什麼要做到這種事情 因為小國在大國之間 一定要維持彈性才有好處 這謝長廷昨天有講 小國如果在大國之間 表現得比大國還沒有彈性 小國就是馬上就滅亡了 就像是你一個草 動起來變成一個桿子一樣 一憋就斷了 但是如果很柔軟 很柔軟的話 他就是能夠隨風而轉變 就是這個關鍵 對 萬民給我們觀察 因為萬民你平常有做一些文創 現在包括做餐飲 其實中韓FTA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於 不是貨物貿易 官民台灣大家我們都說 我們產業升級 為什麼每次講到福貿易 又想到了不是理髮廳 不然就想到了石化加工 PVC 輪胎 汽車的鋼圈 就是我們很奇怪 我們其實人名字已開 可是一碰到國際的貿易協定 又還在想那些很細節的 很low end的東西 我們怎麼解讀 因為這個十七大領域開放 連政府採購都相互開放 等於說事實上 山東就是韓國的一省 韓國就是中國的一省 這自由貿易協定這樣演線下去的話 不是國格 就是繁榮跟發展 我們現在怎麼解讀中韓的結盟 不要說對台灣影響 台灣不重要 您的觀察 我們台灣看別的國家簽訂FTA 或者說自己簽FTA 只有想到四個產業 就什麼汽車面板 工具機 石化 好像其他產業都不用做了 台灣人沒出席到 只能做四個產業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個1970年代 有一個法國的學者 這個檢討了叫華勒斯坦的 他檢討了過去人類2000年 經濟貿易歷史發展的一個經驗 他認為全世界大概就分兩種國家 一個叫核心國家 一個叫邊垂國家 核心國家就扮演剝削的角色 邊垂國家就扮演被剝削的角色 檢討台灣當時的位置 就屬於半邊垂國家 就是幫核心國家剝削邊垂國家 就像是幫美國代工 然後把從邊垂國家拿到資源 經過代工以後 在幫這些美國或者歐美這些 大的跨國公司 就是多台銘的角色 就是侵占全世界的市場 就是這樣 這是半邊垂的地位 其實現在我們看人類的歷史 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代人 他事實上都是透過 他的這個經貿政策 或者說是他的競爭力 來這個來怎麼講 來畫他的世界地圖 我跟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西元前兩世紀 西元前二世紀 這個希臘人這個 畫的世界地圖 波西東尼斯 他畫的一個世界地圖 中心就是這個地方在希臘 對 好大 希臘好大 希臘很大 希臘全世界這個雞蛋的中間 邊垂就是這個伊比利半 西班牙 對 英國還看不到 這是當時的這個中心 跟邊垂的這種關係 對 那到了這個 西元一世紀到二世紀的時候 這個埃及有個很有名的 這個地理學家 叫做托勒密 這個托勒密他畫的這個世界地圖 那好像稍微完善了一點 但是他的中心對不對 還是在這個地方 在埃及 在羅馬帝國這個地方 慢慢他看到到印度了 阿拉伯國家 印度 英國還是看不到 最邊邊的 人家講 當時的這個世界的這個邊緣 就是伊比利半島 對 這個是當時的世界觀 整個中心就是這些地方 其他都是邊垂 都是蠻夷之地 對 那我再跟大家看一個地圖 這個是立馬鬥為中國 特製的這個地圖 對 中國在這個地方 在中間 那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立馬鬥已經經過 文藝復興時代 歐洲人大概可以畫出一個 比較像樣的地圖 全世界地圖 對 但是他幫中國皇帝畫一個 這個萬國全圖對不對 對 迎合中國皇帝的需要 他把這個植武線 向這個西移了170 這個北緯170度對不對 把中心畫在 畫在中國這個地方 對 這個中國當時是中心 立馬鬥拍馬屁拍 立馬鬥拍馬屁拍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告訴你件事情 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後 這是世界通行的地圖 對 英國人在這個地方 英國人變中心 這是大西洋在這個地方 英國就扮演中心 北大西洋就是人類文明的中心 到現在大概還是走這個趨勢 就是誰扮演的中心 誰就是核心國家 誰在這個中心之外 誰就是邊隨國家 所以工業革命以後 中國很可憐 就變成邊隨國家 變成被剝削的這個國家 台灣或者說韓國 任何國家現在進行 積極的發展這個FTA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定位或重新定義 或者說維持自己的 誰是核心 誰是核心國家 對 我們台灣不能剛剛核心國家 但是你要怎麼樣保住自己 是半邊隨國家 至少不要完全處於 被剝削的這個地位 你看中國大陸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看大陸現在的人民幣國計畫 中國大陸股市的發展 其實都圍繞這個概念 就是經濟轉型的地位 他就是要扮演一件事情 重寫世界經濟的地圖 對 就比如說現在這個是一帶一路 對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很聰明 他畫地圖的時候 不把自己畫在中間 他故意把自己畫在邊邊 但是你明顯可以看出來 一帶一路對不對 他就是重新建立 歐亞大陸 中國大陸的地圖 默英國地理學家 麥清德所提出來的 世界島概念 對 要把這個所謂以海權為主導的 這個世界貿易體系 整個翻過來 以這個世界島 以陸權國家為核心的這個 新的這個經濟貿易體系 連美國都被在地圖上看不見了 不要講是台灣 你這講到重點了 這個一帶一路地圖裡面對不對 有歐洲 有亞洲 就把美國對不對 完全秉除在外 這是有戰略目的的 為什麼 美國現在是世界的霸權 他要告訴你100年以後對不對 美國就是邊垂 美國可能就是處於 被剝削的這種國家 你不要講現在 你現在覺得我們講這個話 好像是天荒夜談不可思議 我們先不要講 到底100年以後會怎麼樣 我們想想看台灣100年以後 是什麼樣的地位 或者說這樣短一點10年以後 因為中韓的這個貿易 它有10年的所謂調事情 10年以後 這個大陸跟韓國之間 80%的貿易額全部都要零關稅 85%的貨物都是零關稅 台灣那個時候 除了那個事項以外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項目 實化 汽車 工具機 我們現在只關心這個東西 根本不要講說 所謂這些創新的 或者新型的這種產業 你如果去把韓國跟這個 中國之間 或者大陸之間的FTA拿來看的話 就像世光剛剛講的 它有17個領域 22張 從電子商務 什麼48小時 全部對 文創什麼都在裡面 它明顯的很清楚對不對 中國大陸向西進對不對 劃出了一帶一路對不對 但是他要跟這個一帶一路掛在一起 他要在這個將來的 這個所謂以路權為核心的 這個經貿體系中對不對 取得一定的地位 是不是核心的地位 不知道 但是至少不能夠失去 韓國現在這個半邊垂的地位 因為韓國跟台灣過去一樣 都是所謂發展出國導向的這種 這種經貿政策 韓國將來的演藝事業 我跟你講 它說起來 台灣就沒有 就被邊緣化 大家都看韓劇 都聽韓歌 韓國人看的是這一塊 因為這個利潤很大 也有簡單出的帳篇 賺幾十億人民幣 因為經貿是一個 是國家發展的一個基礎 它可以決定上層文化 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上層的文化意識形態影響力 一定是跟它的經貿實力對不對 有相依相隨的你知道 這個經貿走到哪邊對不對 意識形態 文化對不對